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到底运动这件事情可以带给学生有哪些帮助 从我教学的20年的生涯里面 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后来我觉得我希望 我的学生可以有跟他人合作的能力 我希望透过运动的教育 让他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表现 进人去反思自己的行为跟表现 最后他们可以爱上运动这个项目 对 要发出讯息 然后要讨论 现在孩子不习惯跟别人合作 现在孩子不习惯去赞美他人欣赏别人 因此我希望透过我的课程 可以让他们学会这些东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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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课程事先安排好 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动的机会 他们自然可以从活动跟体验里面去学习到 我们要传达给他们的一些技能 跟一些应该学习到的一些内涵 我为什么会上身体自我觉察课程呢 因为我发现其实不管是孩子 还是我们常常走路会绊倒 然后要通过一些障碍物的时候 头会撞到 那其实导应我们的认知 跟我们身体不能配合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小朋友需要 去帮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 1 2 3 4 5 6 7 不要忘记看在镜子是里面的自己的动作 我们这边同学好好地看其他人的动作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 你们这一组可以去讨论一下 到底要欣赏他们的哪个部分 哪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 可以讨论一下 我觉得说应该把学习还给学生 学习的主体其实是学生自己 那老师的角色 其实只是引导的一个角色 他们的声音很亮 对 讲声音很亮 带操很认真 好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们优点的部分 对不对 等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吗 我们让学生去进行自评跟互评 他必须自己去看看他自己的一个动作过程 然后去替自己打个分数 然后写自己的评语 然后他还要帮同学做评量 去欣赏别人的表现 那这对于日后他们学习运动方面的一个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们要能够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在什么状况 他才有办法正确地做出这样的动作 那从这个游戏里面 同学们要去探讨一下 到底怎么样一组人可以共同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们要用这只手指头 一起通力合作把球 从上面放到地上 那怎么顶呢 球在上面的时候 每个人出去跟手指头 放在球的下方 放在球的下方 手指头要朝上 这样放着 然后一起把球放下来 在过程里面 老师希望大家要合作 你要去讨论一下 怎么样可以共同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各种方法都可以尝试一下 丙球的游戏其实是 从体势能与团队动力的游戏里面转化过来的 利用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 然后让孩子们去学习到 即使我们只是出一根手指头的力量 每一个人的一根手指头 其实都很重要 那如果说你的一根手指头 不能去跟别人配合的时候 这整个团队的一个任务就无法达成 好 这个时候就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球会歪到这边来呢 在进行的过程里面 其实一开始会有很多的声音 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意见 会提出来 那在这个时候 有效的意见 就会比较凸显出来 它就会自然形成 就是变成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个指挥者 那透过这样的课程之后 他们会非常清楚说 领导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当你有能力的人 你就必须要跳出来 担任一个领导的角色 那其他比较能力不是那么强的同学 他就要遵从领导者的领导 才有办法共同完成团队之间的一个目标跟任务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孩子们反应都是觉得很不习惯的 因为跟他们国小的体育课程真的很不一样 可是慢慢的在一两个月之后 我看到孩子里面在联络部里面的反应是 他们很喜欢这个体育课 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体育课原来是可以这么上的 好 非常的棒 那等一下各位要做的事情是 你们要蹲下来好好地讨论一下 你们成功的策略在哪里 你们成功因素在哪里 等一下要跟其他组的同学一起进行分享 球放上去的时候力道要不一句 要先别跑 然后往下的时候要互相起 球往哪一边的时候该指挥的人都要指挥 球往那边滑下去的时候就要脚踩右一点点 一开始会有一个领导者 然后就是分配每个人手要在哪个球的点上 从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学习到哪些东西 环节 环节 合作 默契 还有呢 讨论 好 要怎么讨论 要用什么方式 和气 要和气的方式 第一个出发的是两人 船节球到那边草地 然后再回来 然后回来之后 接给下一棒就三个人 然后出去 然后回来 然后再下一棒这四个人 再出去再回来 之后就全部的人一起过去再回来 船节任务其实是足球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那传统上我们都会用那种基本动作的训练嘛 比如说从足内测运球啊 足内测传球开始 可是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是比较无聊 过去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教 可是小朋友他们的性质不高 因此我后来就发现 可能用游戏的方式 然后把整个整体的运动 把它结构开来 变成一个小的一个技能 那这些都是在行进之间完成 而且是一个竞赛的模式 那这样子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性质 因为有竞赛有比赛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投入 他们会非常希望对胜利有渴望 好第一名 有没有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用什么方法 可以很快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就是球要快滚进去的时候 在那个球最近的人要把球提回去 所以呢 所以同学要那个 要不要告诉他 要啊 要喔要提醒他对不对 一个人要控球就是要控制力道 要有人一个控球 然后其他人要配合球踢的时候 就要顺着那个球的方向一直跑这样 最慢回来的原因呢 有人不合群一直把球踢出去 有人不合群把球踢出去 还有呢 手脚不协调 手脚不协调 好 然后今天啊 上了这个课程以后 各位一定有一些想法 要把它写在各位的生活杂技上 让这些感动可以留下来 可以让它继续成为各位脑海的一部分 然后去反省过去 然后让未来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 好不好 好 老师会设定一个课程的目标 希望他们藉由团体的合作去学习 然后完成 那学生在课后就会跟我们分享说 他成功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他们很开心的那个心情 老师说过 上体育课不只要动身体 脑子也要跟着动起来 互相有默契 然后传球才会传得好 就是他说的 我们努力去做到 这样子团队合作就会达到最好 重点是我们要怎么去完成 然后完成过后 我们会讨论他的优点和缺点 会去改善 有一些其实要自己想 自己印象才会最深刻 如果是 只是老师讲 然后我们做完那一天 可能回家就会忘记了 祝你 握手握手 握手 握手 先离后边 足球其实是在国内比较少 让小朋友接触到的运动 可是它却是在全世界上 喜欢这种足球运动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因此我认为说 我们的小朋友也需要去认识到这一点 他才有办法去跟外界的社会去接轨 那刚好我们学校的场地 有手球的场地 那手球场地大小适中又有球门 他们可以得到胜门这样的快感 他们也可以充分地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安对了球 踢过来踢过来 越界了 过去越来啦 踢过去 踢过去 那从比赛里面 同时也介绍给他们足球真正的规则 是什么样的一个进行 他们也可以去学习到这样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 一些需要的知识 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架构下来之后 他们对一个足球的一个认识 就大致上会有一个认知的 那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运动 也有这样初步的能力 他们去欣赏这样的一项运动 也会有他们足够的一个能力 可以去欣赏这样的运动 好 现在老师要宣布 今天的比赛结果是0比0 双方平手 下次我们再一决雌雄来试试看 到底哪一队是胜队还是副队 好 一样我们下课的时候 一样请各位要鞠躬握手 好 然后谢谢对方的队友 我认为学习从合作开始 老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让他们有感动的feel 赋予他们行动的机会 因此我希望透过我的课程 带给学生感动 有了感动才会有行动 有了行动之后 他们会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不但可以改善他们的身体 也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的生命更为完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